市場對於費德在今年降息三次的預期 是越來越悲觀 尤其美國三月份CPI數據正式公布 年增3.5% 明顯高於預估 我們請教渣打銀行財富管理投資策略部主管劉佳豪 怎麼觀察費德的可能走向 是否可能真的出現令市場意外的停止降息 甚至升息的情況 可以觀察什麼指標 請教您看法 對 我們看到說聯準會是上迄今為止 對於控制物價跟通膨已經取得一些進展 因此我們認為說在今年來講的話 仍然是有降息的空間 那當然現階段來講的話 除了說近期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三月份的這個數據之外 投資人會接下來關注的下一個重點 就是在這個後續公布的核心PCE的一個數據 能不能很快的在六月份看到下行的一個可能性 那當然目前觀察到來講的話 六月份的核心PCE是2.8% 那很快的要下行到聯準會可能觀察到的2.6% 事實上難度變高 那因此投資人對於聯準會在六月的降息的機率 已經在逐漸下滑 那不過聯準會事實上也沒有把這個降息的門關上 在三月份的會議記錄顯示說 這上幾乎所有官員都認為說事實上今年適合降息 只不過在短線上 那應對說看起來目前經濟比較熱絡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金髮女孩經濟 經濟不太冷 通膨不過熱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或許短線上聯準會傾向在觀望幾個月份的一個經濟數據的發展 不急著做決定 那因此我們建議投資人在觀察這個數據的時候 這個降息的原因比降息本身更加重要 那後續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說可能要留意幾個這個重要的一個數據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個接下來三月份的 個人消費支出的一個PC的一個數據 那能不能看到說它還是不管是持平或是逐步的放緩 可能對於這個聯準會後續的政策來講的話更加重要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這個留意一下 在美國的ISM服務業的採購經濟指數的分項指標 就是原物料價格的指數 那因為這個數據根據過往來講的話具有領先性 這個數據在二月份的時候大漲 但是在三月的時候又有明顯下跌 那因此我們認為說後續來講的話 預估通膨的壓力短線反彈 但是後續來講的話還是有可能再度的回落 那當然短線上大家也可以關注這個油價的一個因素 特別是低原政治的風險可能導致油價走高 但是油價上行事實上也有可能對經濟成長產生壓力 那就會讓聯準會保持一個觀望 不見得一定要進一步的這個來採取升息 因為畢竟利率已經在高檔一個左右 那因此我們認為說短線上除了通膨因素之外 聯準會現階段的決策會考慮更多的面向 那當然現階段來講的話 通膨的最後離路事實上的確具有挑戰性 那值得大家特別留意